李文流浪在上季的香港超級足球聯賽以第七名完成 新一季將會分家 李文還李文 流浪就冠名為標準流浪 這一天流浪就舉行拜神儀式 球隊以上季標準號天的球員為骨幹 再配搭新加盟的年輕球員 包括有劉卓軒、卓耀國、黎諾賢等等 另外還有三位外援 來自塞爾維亞的摩維治和卡拉石 還有巴西的基頓 班費大概700萬 由於主教練迪欣尚未歸隊 暫時由助教兼守門員教練張偉康看著對球 流浪已經開操過幾月 並且踢過熱身賽 張偉康說球隊目前的配合比預期好 其實狀態他們都有已經去到七成了 因為我們都是以體能為主 和用球為主 因為這班球員是比較靈活和快的速度 所以我們體能上是比落多一點功夫 因為他們都是年輕 開始已經在用球 用球來講他們技術上是不錯的 比我們想像中 一拍過去 大家原來意識上都挺好的 所以我覺得今年會有些驚喜 其實今年我們的球隊目標是年輕為主 因為大部分的年齡都是22至25歲左右 最大都是27歲 主要是希望這班年輕人開始成熟了 希望香港的足球未來在他們的接班身上 今季新簽的三位球員 黎諾賢、劉卓軒和卓耀國 不時傳出有幾類問題 被外界稱為壞孩子 其中黎諾賢上季在飛馬被雪藏 之後在上個月U22代表隊當中 因為連續三天請病假缺席操練 引起總教練金判坤不滿 黎諾賢說希望可以證明自己 那他說我幾度上有問題 這些我不自己評論 我覺得做給別人看 其實我覺得自己的問題不算很大 那現在我來到新球會 有沒有問題 可以季尾再問一次 問一下球員教練什麼都好 可以問完 或者你來特技檢查看看 我有沒有去練球都好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會出責 如果不是真的病 我都不會不出責 球會行政總裁李輝立 亦為他三個抱不平 說他們操練認真 應該要給機會 希望他們能夠由壞孩子 變成好孩子 再次入選港隊 Kim Sir這一天都有現身 他就說希望這班年輕人 能夠有進步 當他們年輕人 我開始工作 我都知道他們 我都知道他們 我都想支持他們 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更好的球員 我希望他們能夠成為專業 成為專業 來自阿根廷的基斯頓 他是小寶家的清訓產品 基斯頓將會在馬來西亞和球隊會合 標準流浪第一場港超聯賽事 將會在今個月27日 在深水埗運動場對著李文 樂視體育關中平報導